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翔为您带来的秋毫的二封在喜事的实况 对战解说有EP的老肖对二部的小小看着吧 精彩对决 好 这边战轻角确认暗黑雷光拳 看一下 双方既然意外的没有玩2017的修正版 这边华山想确认大蛇涕 但是被缺乏 Max暗黑雷光拳上一丝血 看小小怎么说 算得好 下笔战笔开始比赛 但这个打击头连段失误 看来是修正版玩多了啊 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小 这边二发出场的角色是什么嘞 我还没看啊 看来双方是三万圈角色 没错 还是二发出场的是猴子 好家伙 听一下好 直接来上一波Max超杀 猴子在这个版本跟这个02封在喜事的17修正版呢 其实差别不大 因为都没有什么连段啊 都基本是直接带超杀伤害就够的 没错 哎呀可惜了 老肖这边的雷之虾米确实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啊 那看下一回合 看在老肖这边二发出场的雷蒙 好家伙 最强人类是吧 看怎么说 哎 赤雷蒙赛星发达但是没有找到机会好 飞翔角 下中队想开BC但是没有声声连段 没关系再来 好机会 走了 应该是秒了 哎 伤害差一点 好家伙 没关系一个跳中拳直接秒掉 那看下一回合 老肖这边开局不会就要成拳吧 都说消成拳消成拳啊 但老肖好像没怎么成过拳 成呢 是沉默的成 拳是拳皇的拳啊 就是没怎么输过 看一下这把 第一局不会 关节不保吧 看一下这把连段失误 直接来上一波木鸭 土洞没加 走 有多没加 哎 跳起地乱动 看一下小小这边 好 被随便 直接打上一波插盒 没错 这一套老肖很痛啊 哎 印象完了没有防住 直接带走了 小小直接率先先下一城 1分0米 来看下一局 哦 小小这边是两个角色 好家伙 首选两个角色 然后随机一个是吧 老肖只能投币 啊 没错 这开局先痛失一分啊 好像不是老肖的风格 哎 这边老肖随机到 鲁卡尔还有八神 小小只能接招 三主力直接上了 有发又是夏尔米 对战鲁卡尔 但这个夏尔米 是普通夏尔米 感觉还是有点发挥空间啊 好吧 小小直接开起 裸杀的操作 不跟你嘻嘻哈哈啊 怎么想 卡赛波指着狂轰 哎 一个战轻权磨掉啊 但既然裸杀都来了 那CV也不会远了吧 那看一下老肖这边 是发出场的 鲁卡尔双方 谁才是真正的社长 光看配色来讲老肖是 但是还是要看实力 这边缺乏 巨人压杀两边搬运 一四血 好 裁剑者 好吧 又被裁剑者的双方 好 落地在抓头啊 这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啊 血量这么少的情况下 容色率实在太低 那看一下小小这边 来了啊 这手克里斯 扬开DC 哦 又是想秀反跳重腿吗 但是被老肖反应过来 一波废GAB 让出了位置 反而让自己打中了小小的逆向 好秀啊 秀觉非常灵敏啊 猜到你想做什么了 这边逆向看一下 裸杀直接来了 老肖也不忍了 下比赛开始滑铲 打鸡头循环 生龙打鸡头 MAX大蛇 普通大蛇嘛 好吧 想开比赛 哇 萧水卷直 哎哟啊 这只裸尼比赶紧躲开 打鸡头 破防时赶紧恢复一下 结束啊 大家看到这个血条 光速闪动的时候 那就是快破防了啊 但这边小小 刚才进攻 竟然没有成功啊 跳重腿 刚才已经骗出了 老肖卢卡尔的生龙 但是落地竟然选择出打鸡头 可惜了啊 发波超杀 直接怼 走着 伤害非常高 再发波 看一下 怎么说 会杰冰逆向 跳重腿逆向 判定也有 再加上 哎哟 想秀隐藏 但是可惜啊 卢卡尔这边很敏感 直接跳开地面啊 一次写 好 家伙 战轻拳的 疯空啊 来看 下一局 比分一比 老肖用了一副霸气的 穿三 告诉对手啊 我还是我 还是那个最强的 小春拳 来看这把怎么做 小小之边 还是三主力 老肖这把选择 大猪拍头嘛 好吧 大猪在这个版本里 运点是非常高的 来前冲下一三点 开始比赛走 神龙起效 巨人压杀 两边白运 直接失格 我让你晕点高 这解说说啥你都信 晕点高 你得能打中我才算的 那看一下老肖这边 尔法也是 卢卡尔 双方的卢卡尔内战 这个版本 对吧 没有什么伤害修正的版本 那确实是非常疯狂的 跳中腿 来 漂亮 剪小跳青腿 直接对死到老肖的 啊不对 直接对死到小小的后AB 这一套很痛 这波逆向 但是没有办法机超杀 最少这边能否翻盘 双方现在还谁也没有出CD 还是比较克制 罗莎呢 也没有无限出 看来双方心里都有一杆秤 没有很过分 好家伙带走 小小也是终于忍不住 这波心理压力了 那看下一回合 小小这边的颜值 克里斯能否发挥一局呢 现在他的KDA杀人 而不是杀人 人头 还是一颗没有啊 好像一个都没干掉 是吧 加油啊 克里斯 完了 战清拳 单点确认 What the heck 老小要火力强开了吗 看一下发挥 原来只是高跳对手 对手前跳 但是还是免不了被压制的命运 这边好 打击头 但是没有开BC 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家伙带走了 天哪 老肖这一手卢卡尔 确实太狠了 在这个版本里呢 库拉的伤害还没有那么变态 在17年修正版本里呢 那库拉绝对是顶尖的啊 所以说这个版本里呢 社长还是S级 没错 下位战AMX超杀 这其实伤害已经被削了很多了啊 好 下一两点再BC走 直接无形 穿三带走 比分二比 那看下一局 我的天呀 看一下小小这边能否稳住吧 我们还是期待小小能拿到第二分啊 哎 老肖随机到了西加社 应该不会再重新随机了 还重新随机吗 好吧 好家伙选择陈国瀚西加社 陈国瀚随机啊 首发是大猪对战克里斯 梦回千荒 九八 哎 九八其实这种对局也不常见是吧 因为九八玩大猪的确实特别少 可以看一下 小小这边依旧是疯狂的跳CD 跳胸腿的压制 经典套路 罗伊比过来 下地下A划铲开始BC 走 打鸡头 升龙循环 取消大蛇 一丝血 带走 好 下火 下不下A划铲 然后BC以后下A6A 直接带走 看一下老骄这边 二发出场的KDash 率先进攻 扳机直接怼 晚安这边 反射腿直接被RP的跳中腿 对此到一波跳地的逆向中断 但是连段失误 可以的 被歇不过来 好 打鸡头 直接怼 感觉是 哎 没有取消 好吧 没有机 应该要取消的话 会直接取消大蛇蹄 躲一臂逆向 带走 蛇蹄直接秒掉 那看下一回合啊 这招全称 叫暗黑大蛇蹄 亚西罗 他们俩是老熟人啊 是大蛇天王三人组的成员 也是地狱乐队的成员 这一套打过去 这真心能否有岩浆拳呢 拭目以待 下比赛来来上一波 MAX超杀地狱极乐罗 当然全称依旧是暗黑地狱极乐罗 岩浆拳压起身 漂亮 说来他就来啊 这一拳 打出了整个剩下 没错 看一下这位小巧 这手猴子 猴子 看怎么说 直接飞翔脚逆向超杀 带走了吗 应该是带走了 那看一下最后一分的争夺 可以的 也可以吧 这把毕竟见到了七加射的岩浆拳 不亏 老肖这边运气非常好 八神微谱 山崎龙二 但是反观小小这边呢 随机到这个 怎么说呢 马克西马就一般吧 首发八神对战射掌 跳西地开始进攻 但虽疯空 但是而必直接选择落地凹生龙 八神也不慌多让 也给你个生龙 好 虾比战A 但是带不走 这个版本 卢卡尔的 麦克斯超杀 伤害被削了很多 不然刚才那一下 应该就直接秒了 裸一臂过来 跳西地 还想连跳 直接被小小反应过来 一波后跳重腿 对色道 那看下一回合 老肖这边 二发出上的微博 这是窝龙的神器 但这边下壁两点下一站A 来上麦克斯超杀 走 二十连 一套残两套死 裁剑者一丝血 窝洞走 挡球圈近身 看一下这边微博能否 哎呀 没办法 这想举鞭干什么呢 不是很清楚啊 看一下小小 这边要穿三吗 我感觉有机会啊 好 前小小动腿 直接对色道 一批裸AB的 另向中断 巨人压杀两边翻越 直接时隔带走 待会们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老肖终于成全了啊